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9日 今天是星期四 這一節我們又要繼續跟大家研究這個大樓 劉聯雄 什麼事呢 因為就是有交易細節 正式曝光 這個是藍媒報導 據說有獨家消息 不過 我也見過他們做過很多次獨家 其實也不是獨家 不過就是這樣的 我們做媒體有時候都是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跟我們說 報料的時候 原來 已經同一件事 也可能問過一、兩間報館 沒有人報導 我們有時候就是會報啦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報料啦 我們報完之後 其他媒體又會跟著又會再說 有些時候就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當然我們跟新聞媒體不是完全相同啦 因為我們是 時事分析和評論 這一節我們一起研究到底大樓 買這個 呂麗君的豪宅 細節內容是不是真的好像 大樓記招所說的那樣 是這個 叫做 純粹商業交易 我們細心研究一下 我們繼續講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烤大發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其實我們也很fair 因為我們很想經營這個台 不需要 聽眾付出太多 這樣 大家是會更加好 比起 商業的關係更好 這節就是講商業關係 所以說商業關係的時候 其實就是 想大家保持距離 不想大家有甚麼誤會 才會說是商業關係 他們的情況 特殊 因為曾經 在一起 所以 再有任何交易的時候 根據普通法 也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相信 大樓的律師一定知道怎樣跟大樓去說 說這個一定要是商業的 一個交易 如果不是商業交易就麻煩了 因為大家有共同的子女 如果他變成了 這個所謂Dependent 他受你供養的人 就是很麻煩的事 好 再提醒大家 我們28號的網聚 就是已經爆滿了 真的不夠位置 所以 不夠位置坐 就是再來就要站位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 部分的人報名是在waitinglist 上面 不過不要緊 請大家 記得盡量出席我們的活動 你不出席這次的網聚 一樣可以報名我們這個 地區的Charity 的會員 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我們真的叫大家去報名做會員 真的會跟你 輸入資料 會有會員的號碼給你 這樣 我們很快就成為一個 頗有規模 事實上我們真的有很多人在英國 的一個組織 這件事對於未來 在英國做任何事 都非常之有用 所以跟做一個聯署 是很相似 不過 我們 是拿大家的authorization 即是 預早拿大家的mandate 我們也不是完全不受監察 不受制約的 一直以來 都是 按照 既定的方向去做 我們也想把組織 做得好一點 再有更加好的規章制度 我們正在慢慢新增下去 不想只是 只有我們坐在裏面 其實已經跟我們這個RHK TF 很相似的了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委員會 即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在裏面 用這樣的方法去做 相信是會健康很多 好 大家記得兩個號碼 報名號碼 這兩個是報料熱線 但是記得用WhatsApp 記得用文字 報料熱線 一個是加447 949 859 421 一個是加447599 451 657 好 看看 大樓這個case 大樓這個交易 就是他用個人名義 首次 置業的名義 跟呂勵軍 買入豪宅單位 這個豪宅單位 作價是4000萬港元 而相關的 這個豪宅單位 是在灣仔 叫做一環 實際上的位置 是灣仔舊街市 灣仔舊街市 就是已經改變了 他直接在灣仔舊街市 灣仔舊街市就應該保育了 所以 部分的建築物還是保留 在上面就建了這一座 就是一環 好 今時今日 再看看 在市區 其實豪宅 真的是香港是可以這樣的 全世界都很難的 因為實在是居住環境太過不舒服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樓望樓 香港真的是特殊環境 我們發現外國人其實是相反的 即是說他們 市中心 是很少他們喜歡會住市中心 我們香港人習慣了要看到高樓大廈 摩天大廈 玻璃幕牆 那裏有那麼繁忙 附近就是地鐵站 巴士站 你覺得那裏應該是最貴 那裏應該是最貴的 那裏應該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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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想不到 這裏的地方你一看下去 晚上黑黑黑黑黑一眼燈也沒有 的地方 就是最貴的地方 可能那裏的大廈 那裏的房屋 另一家多於兩層 那這個灣仔一環 就是舊街市 據說 呂麗君是因為投資失利 所以才向大樓 劉聯熊求助 據說這4000萬 就是完全 不會進入呂麗君 的 荷包裏面 分毫也動用不了 因為 購買完的價格是直接 將他全數進入德銀的銀行戶口裏面 簡單來說 全數用來還債 賣家 不能夠動用 這個 購買的金錢的任何一個部分 據說在交易的條件裏面 亦都 增設了 必須要在交易 完成的時候 四天之內將 存款證明交給大樓這一邊 即是給買家這一邊 這個情況 是跟 銀主盤有點相似 即是說你可能你的物業 是做了按揭 但是不幸地負資產 負資產要賣樓的時候 銀行幫你賣 你雖然是賣家 他 叫做摩基桌 實際上 他幫你行使所有權利 你也是分毫 也碰不到那筆錢 呂麗君這個商業交易 類似這個情況 雖然他 是叫做賣家 但是實際上 好像 房子被人打了把一樣 變成了銀主盤 實際上 銀行是不會有錢經過你的銀行戶口 直接去了 就是 債主手上 在銀主盤的情況下 其實也很常見 香港是其中一個 物業買賣得非常之厲害 還有物業的踢契 香港 樓宇買賣的 普通法的法律 絕大多數 本來是跟英國 但是 香港由於 是一個地小人多 樓宇交易得那麼頻繁的地方 香港那些關於業權 踢契 的案例是只有香港獨有的 全世界都沒有的 正如這個大樓在記招所說 今次 在這個 王室寶出現 似乎跟我們想像 是不相同 真的是 意外 意外地把 這個大樓跟呂麗君 拍攝到 正如他所說 現在 真是商業交易 假如上述條款 真是徹底如這個 報導所指 我們當初 也是很多多角度猜測 有時猜測 未必一定會猜對 但是最重要 你猜 東西的時候的方向 是根據 一些 特定的方向和原則去猜 理論上你猜東西是準確很多 這個也是思考方法的一部分 各位 不是在亂說 有很多教別人怎樣可以做準確判斷 的書籍都有教的 例如 很簡單 你平時也可以做練習 你對每一樣東西 揭曉答案之前 自己先猜一下 答案 就像做IQ提感 很簡單 例如你 打開這個節目 聽的時候 可能已經聽了幾節了 你開始聽的時候 是4點 你可能聽了幾節 你猜一下 時間過了多久 其實 你按照合理的估算 是應該可以 跟實際時間 相當之吻合你的估算 因為我們大概 一節的時間 大概也是10分鐘11分鐘左右 當然會有高又低 但是你真的可以估算 可能聽了三節 就是剛剛半個小時 換句話說 多些用附近的環境因素 或者其他因素 去嘗試去估計一件事情 再看看你能猜得 準不準確 這個就叫做判斷力了 判斷力是真的需要鍛鍊回來 只是問人意見 聽人說 這叫做人魂逆魂 不是叫做自己的判斷力 好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